5月2日,香港警方在牛头角渗入四英文中学的旧校舍 减货一批爆炸品及危险化学品 其中包括首制式土制炸弹、裂性炸药、 10公斤化学原料和4公斤左右的自制炸药的制成品 就是一些与土制炸弹有关的物品 包括了一些烈性炸药 以及找到一些遥控爆炸装置 包括了一些手提电话和一些电脑板 还有一个压力箱、压力的煲 化学品里面我们有发现有一些是有剧毒 还有就是高度意言的 包括了山埃、包括了哥罗芳 李贵华称,初步判断这些化学原料 是去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学失窃的物品 但暂未清楚爆炸品的威力 亦暂未有人在事件中被捕 据悉,这是修理风波以来发现的第11宗爆炸品案